香香香香 超漂亮的櫻花耶 我突然想過在韓國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櫻花海 難怪每個人知道我要來韓國 都一直叫我賣草莓牛奶 所以韓國草莓是真的有在有名的 韓國在這個時候我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都是不調味的 猜猜我在哪裡 我現在就在韓國釜山的7-11 我除了看到這個7-11之外 我還看到了1-2-3 香香香香 超漂亮的櫻花耶 我突然想過在韓國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櫻花海 所以我直接告訴我自己 就給自己一個 享受一下櫻花的浪漫韓式氛圍吧 來了韓國才知道 看櫻花也許真的不用去日本 跟上韓國鎮海軍港節 機票呢 便宜1萬 還能在唯美的櫻花海中散步 參加世界上最大的櫻花節 讓你每張照片都像在韓劇裡 來之前手機的容量真的要升級喔 來去找找有沒有什麼厲害的店家 看到韓劇才有的馬鈴薯片 這個size一根就會飽吧 吃看看 它上面那個汁式粉 是那個多粒多汁上面的汁式粉耶 這馬鈴薯 炸得有一點點乾 不過蠻酥的 我覺得自己蠻好吃的一點點 五香韓圓一串 難怪每個人知道我們要來韓國 都一直叫賣草莓牛奶 所以韓國草莓是真的有在有名的耶 我來喝了 好好喝喔 欸草莓超級新鮮 就像是我們去草莓園現餐這種小梅一樣 來吃這個 它的這個餅皮啊 比較鬆軟一點 吃起來比較像是鬆餅的口感 然後這個奶油感覺是用那種現擠的 打發奶油去擠出來的 吃完甜點心滿意足的繼續賞櫻花 結果看到更多美食 欸這條街上有各種攤位喔 可以沿路逛邊吃邊喝 雖然是來看櫻花啊 但也不能忘記我這個吃過的真實身份 烤茶韓國特色小吃 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啦 整天下來走到腳快斷掉 但我還是忍不住一直逛下去 欸? 不好意思我怎麼沒有這種體力 不會太過分了 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吃到了所有韩剧裡面 大家都心心念念的 好肉啦 看過這個小肉我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都是不調味的 然後就是現場會給你超多 醬汁 像是有這種味噌啊 有辣椒 蒜頭 然後或者是給你洋蔥 還有這個泡菜 跟豆芽菜 你可以夾著吃 人間甜胖 他們家有直接做好的套餐 然後有很多不同種的部位 像如果你想在單點五花 豬頸肉啊 都可以點 特別講一下這個生菜 要看它其貌不一樣 我覺得超級好吃的耶 然後它裹那個有辣醬啊 就剛剛好 辣醬不會太辣 然後也是很新鮮 好接下來喝這個湯 我跟你講湯很辣 但是很爽快 來喝剛剛小哥哥推薦的 韓國最有名的燒酒 蠻好喝的 我覺得不像台灣的烈酒一樣 入口這麼的嗆 是順口的 然後滑下去有點 小米酒的Fu 到韓國第二天 看了整天的櫻花 又吃到正宗 韓式燒樓 這一次出國最大的願望 竟然在第二天就圓滿了 不得不說韓國櫻花機 我真的是大推 CP值呢 看起來比日本高很多 今年錯過的朋友 拜託明年首刀定起來 不要猶豫 直接機票刷下去 保證不會後悔 韓國自由行只剩下最後兩天 你有推薦的韓國經驗 也一定要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會不會後悔 會不會後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